手机的用途不仅仅是为了玩 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自拍 不能拍照 现在很多人都活不下去了 这位大哥 你先拍戏好吗 咱待会儿再自练 不知为何 穿这身衣服总觉得自己帅到没有天机 电子产品总能被玩出新高度 这位同学上课的时候不要分心好吗 在课堂方面玩游戏 不仅考验我的技术 还考验我的抗压能力 但是你现在的任务应该是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在你店里上班的时候 碰到十几个老板组团过来考察 请问你压力大不大 惊不惊喜 这家店的味道很正宗 没有玷污我们的名声 油炸食品吃多了容易长胖 你看我们家的旺财 都胖到战不起来了 每天只能趴着喝水 可问题就在于我每天喝水也长胖 胖什么的都是浮云 你看我就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 安安静静地浮在水中睡觉 睡觉的时候远离这个嘈杂的世界 享受属于片刻的安宁 胖了就要减肥 你看看我家猫咪躺在这几个箱子上面 装得好像这些都是你搬上来的一样 主人 麻烦你待会儿搬箱子的时候 顺便把我也搬走 我家猫咪不来 但就是一个好奇宝宝 快点把这个盖子打开 我要看看里面有啥东西 你快走开 里面没有你想要的小鱼干 旺财 你淡定点行吗 这只是我的一个抱枕 不是你的同类 要叫朋友出门往左 不送 谢谢 主人没想到你和我一样也变成了狗 我在公交车上面已经坐了5分07秒钟了 我实在坐不住了 前面这位大哥的头发 有种强势嘲讽的意思 大哥 你这样恶意满满 走在路上很危险哦 公车上的奇葩也真是多 前面这位大哥平时应该很注意保养皮肤 因为坐在车内都打着太阳伞 防晒的意识还是很好 但请考虑一下同车人的感受 虽然我没有坐车 但也要考虑一下路人的感受吧 麻烦把这几个窗户关起来 让他们的脑袋都归位吧 要是到晚上看见 我恐怕就下跪